你那時候有想要結婚的意思 也不是說 因為心裡一個人還想結婚 就是說在他發病之前 我就想跟他結婚了 可是他爸媽媽還沒有同意 他說他爸媽 好像還不知道你們在一起的事 知道 知道 但是... 不知道要結婚 對 還在反對 可是他很有誠意啦 對 他就是一直想辦法就是 看什麼方式勾動 所以你爸媽的反對的原因 就是跟我們... 對 不一樣... 我就跟他講說 黃伯伯你所看到那些 都是一封八卦 我寫的一封信 知道嗎 所以他爸媽看到你 就是跟我們 誤以為的年紀一樣的 你手寫一封信給未來的岳父 對啊... 然後說你看到的都是八卦 我就跟他解釋一些事情 然後跟他介紹我自己這樣 他還沒回信 對... 大家現在可能都收E-mail 就是不要收寄來的事 請問你介紹自己的內容 還包括什麼 包括我的一些過去 就是報導上的一些錯誤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說 可能他對我的觀念上的一些不對這樣 然後他可能在考慮吧 現在 不過今天這一集 我覺得會對他的求婚有幫助耶 因為可能家長看到這些人都結婚了 就覺得還有什麼不能嫁的事情 你不是在碰面當中求定調嗎 不是... 一切都可以進去 就人生就豁出去了是不是 可是... 你當初跟他交往的時候 你有很炫耀嗎 就是帶他處理給姐妹他要看說 不會 其實我都還滿低調的 我的朋友都不知道 可是請問你幾歲 我大概四字頭的 那你們兩個也差不多 差不多啦 那你有... 你有過剛才雅雅那種心情說 你不能高派一個藝人嗎 不會耶 你以前是從事哪一方面 因為我以前在唱片公司做宣傳 他以前是楊昂凡的宣傳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問他說 楊昂凡跟你有沒有關係 對... 楊昂凡... 對 所以我就... 我也覺得說他很特別 對 賀大哥就是最近 會需要一些親人的支持 才能夠度過一些人生的關卡 所以如果婚姻能夠成功的話 應該會... 生活會復活得比較高興 我今天來是... 要跟沈玉琳請教一下 就是說他辦那個酒席 大概怎麼辦法這樣 你要練才是不是 可是我是希望... 他做演藝圈版國外 所以不是世界圈 我是希望在最... 最經濟的情形之下 能夠辦出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 熱鬧一個酒 就是你不用花錢有人贊助 然後還可以賺紅包錢 是不是 我當然不能這麼想 但是最好是能夠這樣子 對啊 不是 他可以在網路上賭球的這些 沒有 註冊社情況之下 沒有 你看你們... 你之前有什麼... 是部落格還是什麼東西那個... 沒有... 所以說這個事情已經變成歷史了 對不對 聊天室呢 也沒什麼好聊的啦 我先上網去抓一些資料 看一些比較新的一些資訊 什麼樣的資料 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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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你們請坐...